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列必要程序并不是为了保障人员安全 而是为否认宣处完全藏匿SCP-006对与其接触的人员所产生的影响 一、所有以物理方式与SCP-006接触的人员都必须穿着改良的第四级BNC防护服 在允许人员执行程序前 必须先向人员简略报告资料文件SCP-006B或SCP-006C 含正确资料的文件SCP-006A请现发放给拥有O5全线的人员越南 为了确保人员确切地穿着防护服 人员将会被浸在水池中 任何浮出水面的气泡都象征着竹装时的疏漏 二、SCP-006的接触流程应在极端性坚实下执行 在于SCP-006接触的案例中 指挥官将负责宣布执行程序006C-12 其中人员将被告知并相信项目含有的高读性性质 而他们必须因此撤离 三、预执行从SCP-006中抽取议题的操作流程 必须得到三名O5级人员的批准 抽取议题将在一名武装警卫的陪同下 转封至方形密封容器中 如果于任何时候人员接触到SCP-006 或来自SCP-006的议题 人员将被限制活动范围 并于充分研究后遭到处决 基于SCP-006的性质考量 最有效的处决方式为焚烧 相关完整报告请详阅SCP-006 TUR-O5 描述 SCP-006是依旧规模极小的泉水 并坐落于阿斯特拉罕以西60公里处 自19世纪以来 基金会总部并已注意到项目的存在 但基于政治因素 对项目的安置措施直至1991年才得以实施 该项目的据点上 已建设了一座化工厂以便藏匿项目 大多数劳动工人都在基金会 和或俄罗斯当局的控制之下 从1902年开始 项目涌出的议题被化验为简单的矿泉水 但具有医疗的异常性质 摄取议题将导致人体产生以下特性 通过复制再生修复DNA的受损 刺激并增加细胞分裂的速度 广泛性提高受损组织的修复能力 并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防卫机制以及效率 以动物受试对象测试项目一提后显示 有害细菌及病毒药剂皆被立即破坏 许多爬虫类及鸟类则不受此能力影响 而高等灵长类动物则能与人类出现相同的正面影响 以上就是ICP-006 简单来说ICP-006是一座泳泉 泳出的泉水被人类摄取之后 能修复DNA、逆转老化、增加恢复能力 并且抵抗各种细菌病毒 轻易会为了避免相关消息泄漏 具有O5才知道ICP-006的效果 其他人则被告知ICP-006具有强烈的毒性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就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ICP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,拜拜 感谢观看